明星都爱理人设,张雨琪蹭上签送一王菊被称中国雷哈娜,都说在娱乐圈一定要有自己的标签。 要和别人与众不同,让别人一提起某个词就能够想到你,很多人也把这种东西叫做人设,以至于很多经纪公司专门给自己家的明星塑造一种人设,比如说之前的迪丽热巴,人设就非常的成功。 在以前的时候热巴只是杨米旗下的一个小艺人,后来很多人都说是杨米带着迪丽热巴一起出来活动,把自己的演艺机会全都让给他,所以才捧红了他,其实后来迪丽热巴也有进行过自己的人设经营。 比如说吃货,记得那段时间,网络上都非常流行吃东西,而网友们对于长得好看,身材完美又特别会吃的女明星,真的是非常的追捧,因此也就催生了很多女明星想要往这方面靠。 迪丽热巴这个人设,算是塑造的非常成功的,因为他总是在奔跑把兄弟里面有意无意地就暴露自己的吃货属性,虽然很多人都说,这种行为非常的假,但是依然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, 其实纵观娱乐圈,卖吃货人设的还真不少,不过迪丽热巴应该算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了吧。 还有人曾经说过,郑爽也是卖梗汁的人设,因为这样才能够在娱乐圈里特意独行一把,获得大家的眼球和关注,虽然不知道他们这些人设究竟是真是假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们都走红了。 而最近又有几种新的人设出来,想必大家都知道章鱼起了吧,他推荐自己的名牌包包,名牌血,掀起了一股追风热潮,大家都说见过很多女明星分享自己的日常用品,但没有见过像她这么梗汁的。 毕竟像是林远,还有范冰冰,都是分享一些太过于平民的东西,几十到几百步等,以至于让大家无法相信,作为一个身家过亿的女明星,怎么可能用这么平民化的东西呢? 而章鱼起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的东西,可信度十分的高。 有很多人都说,这是经纪公司给他设置的一种人设,也算是一种营销手段,也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,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他,都被章鱼起得真实而圈粉。 同样的还有王菊,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网络上就掀起了一阵王菊热潮,大家也都说他打破了常规审美,被誉为中国的雷哈纳。 看来人设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重要。